大家好 这里是聊聊吧 哈勃望远镜 这个知名的望远镜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哈勃望远镜最近有新闻说它故障了 它真的故障了吗 哈勃望远镜可以说是我们看向宇宙的眼睛 宇宙中有了哈勃望远镜 我们看到更多我们还不知道的星体 哈勃望远镜应行大概31年来 我们用这个哈勃望远镜来看到 宇宙中非常非常多的银河星体星系 这也才让我们知道 原来广阔的银河 广阔的宇宙中有这么多美丽的事物 最近有新闻指出 哈勃望远镜最近有可能有一些问题 毕竟哈勃望远镜在太空中 已经有30年以上的时间了 NASA最近在哈勃望远镜上重启一个电脑 这个电脑叫丑仔电脑 丑仔电脑是做什么的呢 依照NASA表示 丑仔电脑的目的主要是控制跟协调科学仪器 用它来监控他们的状况和安全性 但是NASA要重启的时候发现失败了 NASA推测可能是因为哈勃望远镜的 记忆体模组的坏掉的关系 未来哈勃望远镜会怎么样呢 目前NASA也没有表示 我们今天先来聊聊这个宇宙之眼 这个哈勃望远镜的故事 你常看着星空吗? 其实住在城市的我们 应该很少在城市的中央看到银河或星空吧 因为太多因素的关系 像是城市的光害或是大气的污染 或者是云层过后等都会造成我们看不到星空 还记得小时候没有什么光害或是没有什么污染的时候 常常你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星空甚至是银河 当然如果你在野外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看到星空 不论你到山上或是海边 应该都可以看到星空或银河 但是因为常受到大气环境的影响 有的时候会有云雾有的时候会有雾气 这时候也会影响到这一片观测的星空 所以为了摆脱地球的大气的干扰 把望远镜放在太空中 一直以来都是科学家想做的事情之一 在1923年的时候 德国有一位科学家 首先提出了太空望远镜的构想 在1946年时 有一个美国天空学家乃曼·史匹哲 他也写了一个文章 支持在大气层外成立一个望远镜 在当时那个年代 会觉得说这个想法是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 在美国六零年代的时候 美国首先发射的一个观测卫星上太空 美国太空重署觉得这个效果不错 后来决定重金打造一个直径三公尺的反射式望远镜 并且送上太空 这个望远镜最早预定的发射时间是1979年的时候 不过因为预算的关系 这个计划差点因此而中断 当时天文望远镜的预算被美国国会全部删除 那为什么还有这个望远镜呢 因为当时许多天文学家协调了全国的游说力量 进行很多的议员的游说 并且他进行了很多大规模的信件跟文字宣传 最后在民众跟科学家的支持之下 美国国会恢复了原本被删除的一半的预算 并且欧洲太空总署也决定加入部分的资金当支持 最终终于让这个太空计划起始回升 不过因为预算的关系 这个望远镜从原本的三公尺减成2.4公尺 并且发射时间从原本的1979年延长到1983年 在1980年初的时候 这个太空望远镜也正式被命名为哈勃望远镜 哈勃的意思是要祭练天文学家爱德温哈勃 这位天文学家发现了宇宙在膨胀的秘密 也就是因为这样改写了以前的宇宙观 所以哈勃望远镜就以他为命名 不过在发射之前 这个哈勃望远镜还是遇到更多的问题 首先哈勃望远镜的镜面就是一个高难度的制作技术 最后不但超出了预算也超出了预估的时间 也就是因为这样 原本预计要发射是1983年 因为镜面制作的时间的落后 最后延迟到1986年的时候 而到了1986年时 当年又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天文事件 也就是挑战者号的事故 这使得美国太空总署所有的太空任务 全部停止升空 而哈勃望远镜升空的计划 又从1986年往后延长 最终哈勃望远镜终于在1990年4月24号的时候 由一个太空梭发射升空 终于进入到太空轨道 我们通常会觉得这一年串灾难的事件后 哈勃望远镜的事应该就好转了吧 结果没有 其实当科学家把哈勃望远镜送到太空以后 才发现问题很严重 哈勃望远镜没办法持续的对准某个星体 在太空的时候它会一直不定的抖动 最惨的状况下是科学家发现 原来哈勃望远镜没办法聚焦 它是一个大近视 哈勃望远镜它是一个直径2.4公尺的镜面 但是它的形状却有问题 造成它无法聚焦 而且这才是望远镜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呢? 全部的问题其实都可能是因为彼此妥协价的结果 其实科学家想要一个更大的望远镜 这样就可以到更高的轨道上运行 但是因为妥协下的结果 哈勃望远镜做的比较小 并且只能在低轨道的地方运行 当时在做镜片的时候也差了一点点 所以造成无法聚焦 但是在低轨道的地方有一个好处 就是太空人可以维修 如果当初预设的运行点是在比较高的地方 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垃圾 在天空上运行 最后这个大禁事要怎么解决呢? 解决的方式就是由太空人上去维修 1933年11月的时候 美国太空总署利用太空梭去维修哈勃望远镜 由7个太空人持续工作大概5天的时间完成修复 并且1994年在1月13号的时候 传回修完后的第一个影像 M100漩涡状星系 出现了以往看不到的细节 也使得哈勃望远镜的威力完全展现 我们看一下背景这张照片 就是当时拍出来的哈勃望远镜 美国太空总署总共利用了5次太空任务 去维修哈勃望远镜 在这个太空望远镜上 总共拿出重达12吨的失败品 从此以后 哈勃望远镜完美的变身 它变成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望远镜 它也让人类更清楚的看得到 宇宙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 除了它是科学一期外 哈勃望远镜带来给我们 难以想象的美照 有美丽的星系 闪耀的星云 土星的巨大极光 还有快死的恒星照片 所有的一切都慢慢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我们来看一下背景这几张图 你可以看到美丽的星空 在我们的肉眼其实根本看不到 但是利用哈勃望远镜 可以看到这一张张美丽的相片 非常非常的壮阔 其实哈勃望远镜 预计在太空中工作时间只有15年 不过到目前为止 哈勃望远镜 已经运行的超过31年了 这一次哈勃望远镜产生的问题 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 NASA并没有解释 不过不用失望 下一代的太空望远镜 也准备在2021年的年底发射 这个望远镜被称为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我们下一次聊聊吧 再聊一下这个新的望远镜的故事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当然我们现在有Procast 如果你喜欢听Procast的话 欢迎在说明的地方点入连结 并且我会在连结的地方放入哈勃 这30年来拍摄的照片 你可以点击击去看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